我预测土耳其在未来三个月中会进入紧急状态 有人说会持续六个月 新营业更期来自于EEC 土耳其看起来已经稳定下来了 在政变未遂之后 我们目睹了价格下跌至创纪录的低点 那么你对于欧元里拉在未来一个月的走势有怎样的预期呢 我认为接下来土耳其将会进入到紧急的状态中 价格会来到3.40 目前价格位于3.32左右 在政变失败之后 价格几乎下跌了2.5% 所以说市场的压力小了很多 但是在七月份的平均的价格 还是出现了下跌 我不认为价格在未来 可能会来到3.19 由于7月15号的政变 这里还需要结合美联储在本周三即将公布的声明来进行分析 可能价格会来到3.30 这些是我的猜测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价格到8月底之前 可能会来到3.25 金融市场已经被持续的担忧所扰乱 土耳其经济可能会继续受到政治不稳定的伤害 那么你对于该货币对三个月的走势又有着怎样的预测呢 对于三个月的走势来说 也就是说到10月底 我估计到那个时候 仍然是无法完成限改的 这将会对市场带来消极的影响 随着目的评级 将土耳其的主权信用下调至负面之后 土耳其里拉下跌到了历史低点 另外 惠玉也将土耳其长期本币评级进行了下调 但是 另外一方面 这也就导致了国家进入了紧急状态 我预计在未来三个月中 土耳其将不再出现政治风险 所以 我预计该货币对的价格会来到3.35 最后 再来看一下长期趋势 在未来12个月 你认为哪些指标会给你的预测带来影响呢 关于12个月的预测 当然首先要关注的是欧洲央行的相关决议 欧洲央行的决议 对货币对的走势 以及美元欧元的比价来说 是非常的重要的 另外一方面 土耳其的政治局势也是同样的关键和重要的 就像我之前说的 土耳其可能在未来三个月存在进入紧急状态的风险 美联储利率决议也很重要 我们不知道在今年美联储是否会进行升息 可能会在12月份进行升息 当然还包括了土耳其进入紧急状态的时间 我之前说可能会持续三个月 而可能我们会看到紧急状态维持更长的时间 但是我坚持认为只会维持三个月 有些人会说会持续六个月 如果在持续了三个月后结束 那么相应我预测 欧元土耳其里拉的价格会来到3.40 好的感谢你的参与 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周三将会为您带来下一期的预测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见